大家好 欢迎收听 重新录一段 我是Lisa 我是Cindy 我回发了 我变回发了 你确定吗 好啊 那反正你先说你今天想讲什么 我觉得你今天比较满腹的心事想要说 但我今天早上看到我以前念的国小友 就是有一个当事人 他好像已经大学了 那是你的学校 对对对 他说说他以前小学曾经 等一下等一下 你要先前情提要一下 这样子大家没有办法立刻进入你的脉络是什么 可是我没有仔细看那篇 但我就是那篇很多文字中 我只看到的那个某某学校这四个字 反正我也没有详细看 反正就是有一个女生她出来写说 她跟她国小的老师 就是一直维持很好的关系 然后甚至到高中大学都还回去 然后会去借录音设备什么的 然后那老师就是会很语举的 可能就把她抱在身上啊 或者是什么 后来就是把这件事情讲出来 就发现有其他的受害人 所以她才公开写了一篇文章 就是请某某国小的大家 如果有被某某老师 曾经有做过不礼貌的行为 大家都要出来讲 那你有给她教过吗 她讲的那老师 没有 我跟那女生好像没有 不算是同校的 可是因为我 我以前跟我姐都念同一个学校 然后我姐在国小的时候 收过学弟的情书 然后那学弟就是当时学校那种 老师疼爱的那种好学生 然后那个班导师就把我姐叫到办公室骂说 你年纪那么轻就在勾引男生 你要不要脸了 可是你知道我们那个时候是没有脸书 跟没有跟社群媒体的年代 所以这种事我们都一律都是 收在心里或是默默告诉家里就没事 而且小时候老师跟神一样 老师讲什么的话 你真的是会羞愧万分 我还记得有一件事情 我忘记发生什么事情 然后反正就是隔壁班有一个女生 我在小学的时候 隔壁班有一个女生 然后就是被男生弄到很火大 然后就冲到男厕所去打那个男生 然后因为是他女生 他是进男厕所 其实后来被处罚的是这个女生 你说因为他进男厕所 对因为他进男厕所 然后可是后来我就是有听到 我们的班导 这个女生虽然不是我们班的 可是就是上课时间 我们老师从就是走进教室 有默默讲了一句 就是某某某就是招风影碟 他骂那个女生 我现在回想起这件事情是 才会觉得这整件事情很奇怪 可是我在当下 就我还是小朋友的时候 我是跟着老师一起觉得 那个女生就是不检点跟招风影碟 我也会 如果我是小时候我也会 我觉得很容易这样子 我记得那时候我们班上的同学 其实都没有去了解 那女生到底发生什么事 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事情的原貌是怎样 可是我只有很印象 就是我回想 我那时候我都觉得 那个女生是不检点的 是不乖的 因为国中小的年纪 你其实就是很难 真的看清事情的全貌 尤其是别人身上的事情 我现在大学毕业 我也没有很容易 你说你现在刚大学毕业 没有没有 我说我大学毕业至今 好像有时候也没有办法 看清事情的全貌 可是有一个很荒谬是 像大家都知道 那个叶永志事件 然后其实我也是国小 国中高中 一直到大学 我才敢上 敢去上男生厕所 可是我是到大学 要不然你之前上什么厕所 我国小都是趁上课 就是零上课中响之后 才去上厕所 天啊我要哭 怎么会这样 就都是这样 然后国中是去上 那个教职员的厕所 所以有时候你会被老师赶出来 然后国中如果跟女生比较好 有时候会跟女生说 我要去上女厕 也是在后来我看到 叶永志的事件 才发现 原来很多人有过这个经历 可是你因为你现在人高马大 你国小的时候是比较瘦弱的那种男生吗 也还好 但就是你会觉得 就是上厕所会被开玩笑 你就觉得 啊那我省一室 就我去我去上教职员 或者女厕会比较简单 就是性骚暗 真的这个周末 其实也是爆发很多 我觉得我 对我来说最震撼的 可能不是政治圈 或者是 对我来说最震撼的是陈生 陈生是什么 我没有看 星宝岛抗热 星宝岛抗热 我知道他是谁 我说他刷 团灭 对他们团 里面有两个人就已经都爆出来了 哦 可是因为讲陈生的那个 我们知道会不会被告 因为其实对方也没有指名到姓 说出是谁 大家意测可能是他 因为他有说陈姓歌手 然后下面大家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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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说 哦陈姓两个字 很有名 然后大家就猜说可能是陈生 可是因为我小时候真的是 也是听了很多陈生的音乐 嗯 我也是 对 所以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有一点点冲击 我其实周末心情都蛮差的 因为就像刚刚Lisa讲的 就现在这真的已经不是政治圈的事情 然后像礼拜中配军嘛 然后还有那个唐之 民众党的 阅历女党 对 然后后来又 海语文介 其实我上个礼拜心情很差的是陈芳敏老师 哦 这个我不知道耶 这是已经多到我们不能知道全貌了 就是因为事件一直层出不穷 各个年代都被讲出来 对 所以其实我情绪超差的耶 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 该怎么讲 就是这是一个机会 中的让大家觉得 我在这个环境上讲出来是可以被 可以被群众保护的 因为我记得我上礼拜有去翻一个 大概五年前一个 被性骚扰的当事人发的文 然后底下留言全都在骂他 说你只是说你是想红啊 或是你怎样怎样 说骂那个受害者 对 然后那是五六年前吧 我记得没有很久以前 但当时的风气的确是这样子 我刚才还是有一些人就说什么 他真的不懂 为什么这些人不当初说 然后怎么会事后都这么多年 然后越想越不对劲 当然他还是有先说 这是我个人的想法 因为如果是我会这样做 我真的不懂 为什么大家要忍那么久 那现在才说到底是怎么了呢 之类的 然后他那个人也是被骂爆 这个周末我除了在很难过很多故事之外 我其实也有深深的检讨自己会不会是加害者 然后我其实就是真的觉得 好像我们每个人 真的有愧疚 你从上礼拜忏悔到现在 而且周末还有发生一件事情 就是我有一个朋友 一个异男朋友 然后他就有跟我讲说 他好像也曾经是加害者 就是他之前曾经晕车过一个女生 可是那女生都不给他任何的承诺 就我们现在就是男女朋友没有 可是他们两个人就是 暧昧了好一阵子 暧昧到这个 我的这个男性友人 他受不了了 他就是一直有点去 好像就有点像是跟骂法一样 就是一直要跟他就说 你可不可以给我回应 还可以交代这样 对对对 然后后来这件事情 大概他应该搞了一两个月吧 后来他就决定 不要再追这个女生 所以跟这个女生有保持距离 然后后来他们还有一段对话 就跟这个女生保持距离之后 那女生就哭了 就是有一种 为什么你现在已经不喜欢我了 的那种感觉 然后可是这件事情 已经过去了大概四五年 但是因为这一波事件 这个女生好像在自己的脸书上面 有发了一篇文章 然后我这个朋友 就有点对号入座 他就觉得 他讲的好像是我 因为我那时候确实是有 就在那阵子 确实是有一直跟着他 然后有一直想要抓着他 说你可不可以跟我想说 现在到底我们什么关系 什么的 我也跟他分享 我喝醉的时候的那个简号 我们就觉得 我们不只是受害者 我们其实离家害者 也很近 对 所以变成像可能 大家心情都很复杂 对啊 可是这是一个好事吧 我觉得 就至少大家愿意开始讨论 我之前有去看过 郑家纯他不是有办了一个展览 那个时候实在说 很多性侵的受害者 他们就是会写戏 穿的衣服 然后其实我里面 当然大家的故事都很 很让人难过 但是我里面有一个印象蛮深刻 是一个加害者的自白 他就说 因为可能发起了这个展览 然后就是要投书 他才意识到 他自己有可能是加害者 他可能曾经做过什么样的行为 是让人家很不舒服的 然后看着那个我有想说 也许我也曾经有让别人不舒服过 那如果他现在对号入座的话 我觉得 我也不会安慰他 就是这是一个 如果你曾经伤害过别人 你真的必须经过的一条路 那大家就是好好面对 现在还蛮少 那个加害者出来自白 因为我记得 同志运动的时候 只要有一个 只要有一个异性恋出来说 他曾经霸凌过同志 他现在觉得他做错了 他就得到超多掌声 我那时候超不爽 超多掌声 你说同志们会鼓励他吗 不是应该说 那个时候的风气 就是只要有一个异性恋 他挺同 他就会顺便加一百分 直同志吗 对直同志 这是我自己的小怨念 然后觉得你们凭什么 所以我现在真的很怕 加害者出来自白 因为你可能会 得到很多鼓励 对 然后你有可能会 因为你要先确定 你当年的被害者 现在是什么状况 他有可能不想被提起这件事情 在这整个道歉潮下来 我觉得我最喜欢的是 无奈得的道歉 这个讲的有危险吗 不危险 因为我觉得他整个处置方式 他就说他是要退出公众事务的讨论 这些我都觉得是蛮合 可是他最近还有在公众事务的讨论上 其实有啦 他是真处会的 对对对对 然后他就是直接退出 他是不是还有在教书什么的 其实我不知道耶 我只是有看到就是有媒体去问那个 吴怡农 我就想说这也太尴尬了吧 可是吴怡农自己也有发一个公开的 道歉吧 对对对 我觉得没有必要干嘛帮爸爸道歉 因为如果要帮爸爸道歉 我们真的没人要发一篇 真的 对不对 可能会有两千三百万篇 我等一下会先打电话给我爸说 你现在先好好回一下 而且我们的爸爸也可能要 也得帮他的爸爸道歉 我觉得罪不及欺奴 或是你知道就是 我觉得帮爸爸道歉 或帮小孩道歉都很�荒谬 会是就是有一点转型正义的那个东西在里面 所以对他们来说这件事情是合理的 可是我发现我民进党 应该是说社会大众对于其他党的问题 从来就是跟他们讲 就是今天谁犯错就针对谁 根本不会讨论到其他的职位 什么秘书长或是什么其他的干部 好像是耶 好像是耶 因为民进党太长疤 应该是说民进党构成的人 好像大家都知道是谁 然后都是讲得出名字的 然后你现在问我国民党的秘书长是谁 我真的说不出来 反正我觉得媒体很不友善啦 可是 但我觉得你说的对耶 因为确实是国民党如果今天出了事 好像也不会怪到国民党的某一个部门 或者是某一个主管 这倒是蛮奇怪的耶 所以这到底是民进党太爱解决问题 还是国民党太荒谬 不晓得耶 因为像去年选举的时候 大家不是都在骂那什么民进党的什么网络部 网络部很废 然后我想说 我虽然是也不知道网络部到底在干嘛 可是为什么国民党的某一个部门 好像很少会被挑出来 很少被抓出来骂 民众党也是啦 没有一个党的一个特殊的部门被挑出来骂耶 会不会就是支持者的构成啊 对对对 因为好像就是支持者才会去骂网络部吧 因为民进党的支持者跟民进党的组成 可能没有深入那个我们不太确定 我可以问我爸啦 我爸是大汗粉 就是问他说 你觉得国民党的网络部有没有做的怎么样 国民党没有网络部吧 可是他爱看抖音 可是我觉得国民党如果有网络部的话 应该是蛮厉害的吧 因为就是很多假讯息假消息 我觉得他们很厉害 而且我觉得他们最近有花钱 在做他们的那个文宣 所以你是说国民党的粉专吗 对我有时候看他们脸书的图卡 觉得这个做的还不错 对对对 国民党的粉专我也是蛮推荐大家要去看的 就是内容大家要再三查证一下 但我觉得图卡 对他们的图做的很好 美学部分我觉得蛮有趣的 一直在推广他们 他们那个instagram的那个reels也做的很好 真的假的 真的 那他们追踪者多吗 欸我不 好像没有民进党多 好像还是民进党比较多 但最爱拍reels的是柯文哲 哦对柯文哲 欸民进党是也没有比柯文哲多啊 追踪者 好像柯文哲比较多 柯文哲好像有到一百万 可是柯文哲的账号有时候会看到一些越南人或是土耳其人 就是一些国际的粉丝 可能也去李玉芬那边帮忙过 柯文哲的那个IG假账号爆炸多欸 你去连他那个一百万的追踪者 里面就很多不知道哪里来的人 可是他真的很认真在拍影片 对他的reels啊什么的都 我觉得都还算蛮不错的 可是他的reels如果是叫蔡英文去拍 我觉得蔡英文会被罢免 就是不可能拿一个便当或吃两口饭都是一部影片 有这么烂哦主题有这么烂 主题很烂可是就是很荒唐的 有点好笑 我觉得可能人设本来就不一样吧 而且蔡英文现在毕竟是总统 柯文哲现在就是一个代业的中年男子 可是我觉得柯文哲以他这种风格 如果选上总统说不定他发这些reels 他的支持者还是爽歪歪 我们先不要假设这么可怕的事情 我觉得好恐怖哦 因为我就是会追踪各大政治人物 或是政党的这种社群 昨天是我们里面最热衷的人了 因为我觉得很有趣啊 有时候看就各个政党的那个攻防图卡 或影片会觉得很有趣 会觉得这是两个世界 即便不认同他给的图卡 但是你会因为那里面的巧思 很赞叹 他们是真的有用心 而且有时候国民党会看到民进党做了什么图卡 他们都做了一模一样的图卡 只把内容换成对方 就回敬 就觉得他们是有在沟通 这是他们最良性互动的时候 其实我追踪的这几个大头 我就觉得需要再加强的 再加油的真的是朱立伦 他都没有什么动 可是我们真的不是政治podcast 但是我有收到私讯有人说 就是因为你们是政治podcast 我才听的 我就想说干嘛请勒我 我想讲什么就讲什么 在那里还有人 我有看你到后看 还有人什么apple podcast的评价写说什么 原本想要给一星 因为这么好笑但讲这么短 真的是太不合理 可以起码半个小时吗 半个小时很长 我就想说那你 这么好笑 然后给我们一星 这人有什么好备 他给五星 他是威胁我们 他是他请勒我们 哦是哦 那今天多个五分钟好 好那我们接下来听五分钟的伴奏 好 先这样哦 拜拜 拜拜 喜欢重新录一段的记得到 IG YG 以及各大podcast平台 搜寻重新录一段 追踪并阅 还有限动tag我们哦